啊 是吧 没什么了不起 苏惠伦换上亮黄色的大衣 和Ember柳亦云在摇滚区 和两只鸭子一起演唱当年的成名曲 满场的观众也戴上黄色手环 随着音乐舞动身体 我们的歌节目来到第五季 邀请多位致命歌手来重现金曲 因为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鸭子的时候 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这真的是我第一首会唱的歌 所以我今天能在现场看到姐姐 还有Ember重新诠释这首歌曲 我就觉得时光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 舞蹈是姐姐的想法 真的啊 对 我真的觉得我其实我真的来这个节目 我真的诚意真的拿出来了 我 你问小琪哥我多跳舞的 我第一次看她跳舞我也吓一跳 即使已经年过50 任贤其在舞台上和歌曲同样是94年诞生的 歌手合唱任逍遥 也唤起大家对武侠小说中 追逐梦想奋不顾身的豪气 感动现场所有人 我心目中的惠文姐 是一个美丽温柔但超有个性的人 她嗓音啊非常的清亮透明 很有记忆度 中天综合台热播中的 我们的歌第五季 每周日晚间八到十点 邀请知名歌手演唱当年的成名曲 希望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 记者白鸣奇林佳妮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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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